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今天和大家來到樂富廣場B區三樓 不知道幾號號碼 不過沒理由找不到 就是這個 Full House Kitchen 現在我們不是介紹飲食 因為和同門具有關 剛才我們和Felix做了訪問 就是Tiny 聯成了一個產品 是什麼呢? 就是香港重機 但是在看之前 我們大家拍一下 這裡其實是餐廳 來的 好了 來到這個門口 表面上是餐廳 但其實裡面有玩具買的 另外這邊就是一個叫 樂滿分一百分的地方 你就當它是一些力險 玩遊戲的地方 挺有趣的 那我們進來就不是說這些 就真的說玩具 因為有聯成關係 除了配合公仔之外 Tiny很多產品都在賣 身旁有很多 香港重機和Tiny聯成的畫作 例如是這輛 貨車 除了有些玩具買之外 還有一些玩具買之外 還有一個打卡位 如果有一個辣的畫 其實這畫差不多兩米高 當然不是真跡 但應該是人畫 打卡一流 來吃東西買東西都不錯 還有這個 剛才拍過 這個我想用了幾多萬塊的寂寞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上來給大家看看 是一個人那麼大的 我都怕掉下來 太重了 但原來可以的 帶人上來是沒有什麼事的 當然表面就全部是積木 裡面就不是積木 所以放心 因為積木怕有重量 裡面的結構非常安全 全部木搭 但外面就包了積木 你會感覺到自己忽然變成人仔 是這樣的 拜拜 除了畫 還有打卡位之外 其實這裡有少少 葉Sir一些的 少少簡介 不多 文字都是100分左右 嘩 可以領的 小朋友會很開心 OK 今天我們介紹了這麼多 很快跟大家看看 記得來樂府這裡 B區三樓 又可以經常玩 又沒有出皮蛋 不過Anyway 這是好東西來的 因為香港一個 本地設計的東西 本地創作 本地情懷 值得支持 當然 如何消掉這個珠角產品呢 這裡也有賣過 如果想知道詳情 記得留意ToyCV訪問 Felix Yip的影片 裡面有詳細介紹這個產品 大家看著 Toy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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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oraz 東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